我们这个片段聊一下股市 现在是3月4号 其实在3月2号还是3月3号的时候 我做了一节目 讲到郭树青的讲话 可能很多朋友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 向市场发出信号的一次讲话 因为我们说了郭树青的位置是很高的 他现在在全球市场上的讲话 应该说是比较接近于鲍威尔 就是美联储主席 或者说美联储副主席的这种讲话 因为鲍威尔的话 实际上他干预全球金融市场的能力 是要高于美国财政部 跟一般的美国财经官员的 他的权力 我们甚至有时候认为是 跟美国总统接近的 特别是美国这种政治体系下面 这种力量权力体系下面 他的权力是很大 但是的话 我们说刘鹤是一般不会直接出来说话 就是中国的财经官员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比真正说对于金融市场 影响力比较大的 一个是易干 一个是郭树青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老牌的财经官员了 特别是金融体系下面 像易干之前也是长期说副行长 郭树青也是一直在 银保监 包括说证监会 这里面调动的 所以说他的讲话 我们看一下实际上 我们要回忆一下这个市场发生了什么 实际上在3月3号美股 纳斯达克出现大幅下跌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多少跟郭树青讲话是有关系的 因为郭树青他明确的说到了 我们说了 我帮他翻译了 他说外围市场 全球市场 泡沫很严重 我们要担心他们有风险 就是说的美股 美股说的谁 就是说的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说的谁 就是特斯拉苹果 这么一溜了这些东西 就是说你们这些公司股票太高了 那么我们中国的利率是有点转向的 但是又为了安抚市场说 转向不会很厉害 你们不要担心 不会一下子突然间转向 中国政策是历来是以讲究平稳为主的 那么这个意思很明显 我中国会可能会优先于你们美国这边开始缩表加息 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我大幅度缩表 我大幅度加息 我要跟你们死对着干 就是说我至少冲保我自己的风险的角度来讲 我也要去这么做 所以说郭树青实际上是 因为我们看了纳斯达克 他跌幅是比道雄是要高的 实际上纳斯达克他是怎么跌的呢 在尾盘的时候跌的比较多 就是他是市场情绪慢慢消化 慢慢消化整理之后发现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 情况发生了变化 那么我们要开始去卖出一些估值过高的这些股票了 对不对 那中国的情况 我们说纳斯达克这个是被郭树青吓到了之后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那国内的情况是什么呢 我前面一直说的这个问题 那现在分析有没有要不要调整呢 是不是说证明错了呢 至少我说纳斯达克大跌才刚刚开始 这个我还要必须要保持原判 对吧 那这个国内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房价先跌还是股价先跌 我觉得这个还需要去扭转 因为房价已经几十年的时间 没有人会相信 我说了三年 大家不相信吗 是不是 我说房价在跌很多 我说北京跌了很多人他不相信 其实只有在北京的朋友可能你会知道 是吧 北京确实是跌了 到现在也还没有往往全涨回2017年 那个最高的水平 但很多人不相信的 对不对 上海跟深圳 我说不能再涨 他确实是在涨了 但是也一如我预期 虽然我觉得是收房产税 但是没收 对吧 他搞了一个参考架 其实是强力的在打击 包括从离婚之后五年内离婚不算 还是算一算二套房 是吧 这些角度都是在强力打压 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 还没有扭转过来 这个扭转仍然需要时间 仍然需要时间 我们说这次两会也是一个重大的 看一下能不能扭转过来 因为我跟他今天看 有个朋友发了叫广友青 也是金融方向的一个智库 也是在提这方面的事情 就是说中国还是要往股市方向上走 就是这个水要引导 还需要大量的工作要做 因为中国百姓还是不相信中国政府 在股市上会好好的让大家挣钱 还是觉得相信权力体系下面 只有房子才是最值得保障的方向 但是这个东西会扭转 我就是说一个其他就人口就会扭转 对不对 现在很多地方房价还在涨 你人口都没了 你还有还有啥东西可涨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扭转还需要点时间 但是快点 然后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预期 我后面再专门做一集再说这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现在注册制这个问题 至少要有一万家上市公司 以中国经济的体量 以及远期的这种预期来讲 就现在是跟美国已经是比较接近了 如果我们算人民币自己在第二大经济体 人民币货币只在国内发行的这种情况来说 包括中国未来的科技创新 需要一个加强投入的情况来说 一万家上市公司不过分 甚至就是未来每一年要有接近一千家公司上市 会比较合适 就注册制一出现之后 你只要稍微还可以的这种 就大家大量的钱要进入股权投资 就你把房子一卖 或者说房子没那么值钱 你有钱就什么 谁家公司要上市了 我给他一买就往这方面走 所以说中国股市 未来的路还长着呢 中国的金融体制 金融系统将发生放天覆地 空前绝后的这种变化 而且就是未来几年的时间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这句话郭现在都不说了 我帮他说 就是这个放天覆地的变化 最后再说一句 虽然不是会员 我们也说一下 那要不要害怕呢 除非极高仓位 要不然我觉得不是不用很害怕 你操股票一下 每天都赚了 赔肯定是要赔一点的 对不对 有时候是要赔一点的 不可能每一天每一次都赚 但是我觉得调仓是肯定的 我之前就说了 这个我说了很久 对不对 茅台这个情绪涨幅这么大了 你还不赶紧卖 是不是 这机构现在都在卖 对不对 他们也在调仓 我说的之前说的那些 可以慢慢开始建 那我再总结一下 因为我总是怕有时候意识没有表达清楚 或者前面讲的时候有一些点漏掉 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很早以前说了这个问题 就是中美的话是很怕自己的泡沫首先破裂 这是一个担忧 那第二个最最近的时候我提的另一个问题 怕自己泡沫大幅爆裂 但是又不能让自己的泡沫远远高于对方 你不能势能太高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双方的话是较劲的这种状态 就很担心自己泡沫又太大 或者说又担心泡沫又太小 突然间爆裂变得太小 这都是就是要很平稳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现在的话 是一个很关键的这种时期 很敏感的这个时期 所以说我们都对未来的这个判断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就是泡沫现在是逐步爆破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说了这个问题 中美他不可能合作 我说了很多遍 他如果合作 那么这个世界不就OK了吗 可以支撑起这个泡沫 是没有问题的 各位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是需要工作 需要公路铁路 但是现在技术不是不合作吗 对不对 那不合作 那么泡沫就一定要爆裂 就痛苦一定会产生 那么我就是说 我那为什么你又看好 说泡沫爆裂 你现在还坚持看好A股吗 这个港股吗 至少我觉得的话 他泡沫要比其他的要小一点 对吧 要小一点 而且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中国未来的话 可能这个方向要转变 要有成千上万家的这种 上万家这种上市公司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就中国金融要更加的面向直接融资市场 要从这些角度来说的话 就是中国股市仍然还是有大量的机会 国家是还没有去放出大招 他最后的话必须要走这一步 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面对跟美国的竞争 或者我现在在做一期节目的想说的是 中国实际上你既然对资本家这么狠 是吧 那你可以让他们更加狠毒的相互残杀 什么地方让资本家自己自相残杀 竞争比较合适 当然是资本市场 除了说在现实的公司的业务的竞争之外 你在资本市场的这种自相残杀 也是一种很正常的需要 对不对 然后看优胜劣汰 对不对 然后看谁能够脱颖而出 有很正常的资本领选机制 也不需要你party去 所有事情都你去管 就让他在资本市场 一万家公司在里面去搅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这个片段就聊到这里 喜欢财经的朋友可以点关注 各位 你们现在看的那些财经的那些 很多水平太差了 都只会骂人 你要真正说要炒股票 要理性客观的看问题 还是看我 还是要看阿中跟小美 要有这种高度 才能赚钱 要不然的话你每天都在骂 骂的狗日的party 狗日的美国白宫 赚个屁的钱 对不对 更难 至少更难 对不对 这个好 那我们片段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